香葉樹 這也是張科的 然後我們昨天張科植物沒有把它列進來 榮南林代的特徵種 張科植物在台灣有50種 只有少數的種類出現在榮南林代 所以在榮南林代為什麼會有這個南 南屬植物就是張科當作特徵 其實是因為像香蘭大葉蘭特別多 就是它很優勢 但是它種類很少 香葉樹在這邊出現了 可是它不是我們熱帶的特徵種 它也是一種榮忍度很高的 就我們的觀察 它也可以長到快2000公尺的山區 這個沒有問題 所以香葉樹的海拔範圍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看到香葉樹 不是說一定是在熱帶 它有可能在別的環境這樣子 好 那香葉樹怎麼認 它有一個特徵就是 它葉背它的脈 側脈 比較主要的側脈 包括中的還有它的第一道側脈 它上面是呈現金核色 金核色好像你用畫筆 塗那個金核色的原料來畫葉脈 那為什麼這個葉脈是金核色呢 因為上面有很多金核色的毛附在上面 使得這個顏色呈現出來這樣子 所以它的葉脈的顏色很特別 大家可以這個 那個 觀察一下這個部分 這個有果嗎 這一顆 這個也是算大顆的 所以這邊都已經慢慢發展起來了